2024年第一次移民二蘭委,你當然和大家見面 首先恭祝大家新年進步,萬事如意 學業進步,步步高升 移民就更加快 今年是否2024年,是否這個移民年 2024年,好 移民去哪裏,或者移居去哪裏,大家都有不同的選擇 但根據過往,我們做了幾年,移民二蘭這個節目 但大部份的朋友都對於這些英語系的國家 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國、美國這些 如果論排名次序,澳家似乎是多些 特別是針對我們年輕朋友,在加拿大讀書 或者澳洲讀書,都是我們年輕朋友 就是較為向往多些少 這個,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看似年輕 實際都是年輕貌美的,年輕英俊的 Fred呢,在香港都是一個移民課程的導師 癡心的移民專家 你看他年紀輕輕,但有相當具經驗的 無論移民去哪裏的地方 我們都在他身上,都學會了不少知識 OK?或者今天,我們在營光幕裏面 大家都看到了 我們今天2024的加拿大熱門的二移民方案 有甚麼熱門的移民方案? 其實坦白說,大家都可能有聽過 現在最熱門的加拿大的移民方式 一定是香港人的救生艇方案 不過提一提,就是最後最後的機會 2024年可能就是給大家 最後一個搭這班救生艇的機會 為甚麼是最後一個機會? 因為之前加拿大公佈了一些新的更新 但之前加拿大的救生艇的更新 但沒有提及過的期限是會延長的 期限是以前我們所說的 2026年8月31日 因為加拿大分兩條流程 一條流程A讀書 一條流程B就是去工作 但如果你讀書 你讀一個兩年的課程 現在2024年其實你加一加,加兩年 其實已經是2026 沒錯 剛剛好,很混水 另外工作的人 你要去加拿大做一年 但是你要記住申請簽證 或者你要找僱主都要時間 其實基本上都差不多時間 所以我們說今年如果你不決定去實行的話 可能你就會錯過這一班救生艇 好了,現在你可否簡單講講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到了2024年是維持原本的國家 還是華監市會的改變 因為我們去年有做的 其實加拿大打算要吸納 我忘記了一個獄中的數字 大家記得是50萬的新移民 沒錯 在現在這個2024年 這個政策是否維持呢 也是維持的 但因為其實新的政策 暫時就不是太多 其實都會說回我們以前 例如說投資內移民 其實之前都有消息 他們有公佈說會開發的 就是灰巴省的投資移民 我們叫做QIIP 但這個最大的問題是 它加多了一些法文的要求 以前是不需要的 現在加入了法文的要求 相對地很多人來說 都會覺得這個挺困難 又多了一個 加多了一個門檻 現在另外的方法 可能你都會想的就是讀書 去加拿大讀書 但如果你不是用救生艇的話 其實你都要讀完書之後 留在加拿大做事 你累積工作經驗 你再去來為求婚等等 用回傳統的方法去做移民 就不像現在我們 加拿大的救生艇方法 就是這麼簡單的 剛才Flet提到福特巴克的原因 就是因為福特巴克 以前都是很親法國的 所以他在那裡相遇 都是有法文的 沒錯 你又在那裡 如果要玩吃 或者怎樣 法文都是其中一個 相當重要的元素 沒錯 好 我們現在看看 就是加拿大 有福元廣大 那麼移民的傾向 現在是否大家 都是集中在多倫多呢 其實最多一定是 大家香港人很熟悉的 Vancouver Toronto 還有最新 其實近兩三年 都很多人會留意的 就是Alberta 的Calgary 相對地很多時候 很多不同的朋友 都介紹這個地方 可能稅比較便宜 還有物價 所以樓價都會比較便宜 Calgary 那裡的地方 在Alberta 以前 現在仍然是 餐油 如果油價穩定的話 其實那個地方 本身都是相當富裕的 另一樣Calgary 就是Alberta 這個省的首副 是 阿伯塔 阿伯塔省 所以它發展的機會 相對比較多 當然 是的 但我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多不多 其實就很大 照計就那邊 也有很多機會 為何現在反而 那些人會去到Calgary 那邊 因為相對地 就算你可能說 Vancouver Toronto 都有很多偏利的工作機會 但是相對地 例如說稅務 那些都是跟回省的稅 那一個例子 就是Alberta 相對地 它們沒有省稅 有些部分的項目 相對地 就是加分聯邦稅 所以其實Alberta 還是有些吸引之處 相對來說 你比起Vancouver 一些偏遠地區 可能Alberta 會比較再發明一點 這裏我一點補充 如果國內的朋友 中國大陸的朋友 聽到 聯邦稅 省稅 這個跟我們 在國內大陸 有一個類近 就是有地方稅 以及國稅的分別 每個省都有不同的稅務 聯邦稅就是中央稅 是嗎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過往來說 阿伯特這些地方 就是瘋狂地動 少人到的 但是剛才 阿Fred也提到 華人聚居的地方 大部份都是以多倫多 華人聚居為主 但是隨著物價上漲 和稅務的問題 包括當地的加拿大人 本土的白人 他們都往這些地方 去發展 特別是這些產油區 是啊 阿Fred 那個救生艇計劃 你簡單講講 在此複雜 其實它是針對香港人 是 沒錯 由它審核 而是包括什麼人 你簡單再講講給大家聽 是的 其實很簡單 我們講Stream A 就是 給一些香港人 你持有特區護照 或者你持有BNO 你去到加拿大 去讀一個兩年 或者現場的課程 那你基本上 那個課程當然是 一定要去符合資格的課程 那你基本上 你畢業之後 就恭喜你了 那你就可以申請Stream A 的移民 你拿到加拿大的 風業卡 拿到他們的永居身份 另外Stream B 就比較複雜一點 Stream B 主要是分成上下半部 上半部就是 可能 之前就是五年來 但之後放寬了 就是十年來的畢業生 只要你符合他們的 十年來畢業生這個要求 你可以申請一個叫做 Open Work Permit 即是我們叫開放性公簽 這個公簽就是上半部 下半部份 就是你拿著這個公簽 你去加拿大那邊 你去當地 滿足一年的全職工作經驗要求 或者是兼職工作經驗 一千五百六十個小時 都可以 只要滿足了這個工作的要求 其實你就可以轉到 加拿大的Stream B 拿到永居身份 我想搞成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開放工作的簽證 他意思是說你去到 你完全找不到工作 你去到 然後你找工作 還是你在香港 要找加拿大一工才可以去呢 這個好問題 因為其實加拿大公簽 我們主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 顧名思義 Open Work Permit 就是Open 這種就是給你開放性公簽 你去加拿大自己去找僱主 所以詳細這個Open Work Permit 的期限會有三年 給三年時間 你去找一年的工作經驗 所以它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去找工作 我聽下去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即是說我現在就這樣 我就是申請這個Open Work Permit 我那邊的資格 我還未找到工作 總之我就先申請了 你讓我去 你去到我才找工作 是的 沒錯 不過留意一件事 因為我也有些朋友在那邊 其實如果你說Vancouver Toronto這些 相對地欠工的情況很激烈 我聽朋友說幾十人欠一份 可能普通的工作 所以剛才台章說 為何有些人會選擇去Aberta 因為相對他們的找工作 可能會比較容易 明白了 就是如果你去多倫多 人多在那裡 人多在那裡 大家爭 那你去Calgary就不用爭 沒有爭就那麼緊要 因為一去到 可能見兩多份工作 已經有份要請你了 是的 因為這個其實也說回 Stream B 我們說的這個叫做 Open World Permit 轉換PR 這個其實挺寬鬆的 意思就是說 因為其實加拿大 也有一些叫做 職業清單 但它這種 其實沒有要求你做什麼 基本上你去到加拿大 你找一份 什麼都可以的 找一份餐廳 你去找一份文職工作 其實沒問題 你只要做一年就可以了 當然你有交稅 有正常上班的紀錄 有交稅紀錄等等 那如果是這樣 譬如說我生意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同時 會在那邊找 譬如他們有什麼請人的 我先在那裡寫信 會不會都會回答 可以的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熟悉很多 加拿大的情況 熟悉他們的僱主 很多時候他們就是 如果你沒有簽證 他們是不會請你的 當然 是的 你沒有簽證 他也不會請你 所以通常我們的客人 都是拿著Open World Permit 去到那裡 真的你有簽證 那你會比較容易去找 嗯 好了 以你理解 譬如說現在拿到這裡 成功地留下 他會從事什麼工作 通常都給大家一個 一個圖案給大家 大家都不要說 我在香港做經理 我要去加拿大找一份經理 是真的比較困難 因為相當地 我們沒有加拿大當地工作經驗 很多時候你都做不回 現在的職位 和未必做得來的行業 很多時候我們現在的客人 去到那邊都是做一些 普通的 我們叫做男嶺的工作 比較多 就是男嶺可能比較 體力勞動一點的工作 有些可能我們的朋友 他們就會去餐廳 去一些超市 去一些可能零售業去做 另外有些 就會選擇去做一些 民職工作都有的 那可能你在一間公司 做一些 作務員 是的 那些會比較多一些 但是男嶺在那邊 其實工資相比比較高 都高價 都高價 其實 不過當然也要看不同的工種 還有我們經常說 如果你沒有加拿大的 永久居民身份 那就很恐怖 其實你的收入 都未必跟當地人 一定是很接近的 是的 也是正常的 有一個說話 不知道對不對 叫騎牛找馬 對 是 是 是 全世界都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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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而且很多時候 僱主看到你拿著 Open Web Perfect 他們都未必很願意去聘請你 因為他們知道 你不是一個永久居民的身份 所以他們都預計 當你要轉PR的時候 我就要拿很多公司的文件出來 有時候加拿大的僱主 也不肯去配合 這是現實的情況 換言之就是工資一定是低 稍微低 是的 但是權能輕重 這個方法是快的 所以你可能虧了1560個小時 我們有時候都要問回自己 我們拿這個Open Web Permit 為甚麼 最終我們想為一個移民的身份 過去定居加拿大 所以在某些程度上 就是說 我們不介意 剛才剛才台長所說 我們叫做騎牛尾馬 但是這個騎牛尾馬的角色裡面 就不是被欺負被剝削的 它都是受著加拿大的勞工法律所保障的 OK 它也不可以隨便說 喂 做不完 今天加班了 加兩個小時 對不起 不可以 加拿大也有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各個省份都不一樣 都不同 有些是16元 有些是17元 當然 你屬手其功就可能會高一點 但是你說 我在這裡做 例如說 在這裡 麥當勞 新浮江麥當勞這間餐廳 做Manager 做店長 我去到Calculate 做同樣職位 做Manager 店長可以不可以 Sorry 未必可以 因為我們很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們未了解當地的生活方式 所以都是從初級開始做 從Junior開始慢慢做 在我們接觸的客人裏面 大部份他們都願意去接受這件事 剛才台長提到 我自己穩定工作可以不可以 可以 Yes But 那些公司通常來說 第一你不是那裡的永久居民 你也沒有簽證的時候 我要等你拿簽證的時候 都是花了我的時間 所以很大部份這些僱主 都會透過當地移民公司代理 就會找海外的適當勞動力 進來幫忙 這也是合乎加拿大移民法例 你可以合法地進去 也都提到 因為當你要申請PR的時候 這個僱主是需要配合你 提供相關的文件給你 如果不是熟悉這範疇的僱主 他往往就會有些 又要給你這些又要給你這些 那麼麻煩不如不要 那就變成騙殺了你的機會 沒錯 而且你說到找工的問題 到的地方也是的 你去英國也是的 如果你說香港我做了一份 中產工 可能去到那裡 巴士司機 我們做了很多 創務員 超市那些的創務員 很多 但是薪金不是真的差那麼重要 不會 即是不會差 剛才我剛才提到 不如senior的車長 在香港 某巴士公司做了十幾二十年的車長 過到英國 sorry 由junior開始做起 所以這個沒辦法 我們移民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適應新的一些工作環境 最重要是調教自己的心態 不是很難適應的 但我想問Streme A Streme A 我們一直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有說讀書 讀書是否也限制一個年多 即是四十歲去讀大學 那是不是也有些問題 對 這個其實也有很多朋友問的問題 其實說真的一句 根據法律 他沒有一個年齡的限制 但是 但是因為我們加拿大 我們常常申請學簽 其實最大移民局會看的 就不是有沒有學校修理 因為說真的有沒有學校修理 好說不好聽 你有錢給學費 一定有學校修理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修理 是的一定是修理 但問題是 移民局看的就不是有沒有學校修理 它看的就是 你有沒有移民的傾向 所以加拿大其實 你報學校之餘 你要寫一個study plan 所以其實很多朋友 他們不知道怎樣去寫 都會找我們的團隊去寫 其實你去讀書 真是為了讀書 你不是為了移民 如果你說讓移民局知道 你的傾向是為了移民 其實他們最後是有機會 他簽你 這個就是他真的想去 了解一下你的動機 是的 在加拿大讀書 沒錯 那你讀書 如果你讀書 好好的 他都會考慮讓你 然後移民 是的 但如果不是我純粹 就是找你過招 是的 但是有些人就說 喂三十幾四十歲 看見這條隊好像比較容易 他走去 那這個能否說服到移民局 讓你留下 是的 其實我們通常會分幾個角度 去了解這件事 那包括什麼呢 首先他的年齡 最重要 因為在移民局來說 你年齡越高 你的移民傾向一定越大 另外也會看回你的 本身你的學歷是什麼 你去加拿大讀什麼 看看你會不會有一個 我們叫倒讀的情況 即是說你本身 已經是一個碩士學位 你去加拿大讀一個民憑的時候 他會覺得你一定不是為了讀書 一定是為了移民才過去的 那也會看回你過去的 你的學歷的專業 你會不會重複讀這些學位 即是你本身已經是一個BBA 你去加拿大又讀BBA 他會覺得你一定是為了移民 那你也會看回你的家庭情況 那就是說 你會不會帶一家大小過去呢 那如果你說帶一家大小過去 那其實你的移民傾向也會高 所以通常我們會分幾個角度去 幫我們的客人去分析他們的情況 那你建議呢 譬如說如果真的申請這個孫瑪的 他的年齡或者他的教育程度 應該怎樣 舉個例子 他應該是二十歲左右 他剛剛讀完這個中學課程 然後就申請讀大學 那會不會是一個最理想的模式呢 其實通常來說 越年輕的機會就會越大 但當然我們不會抹消所有的情況 那有些情況 之前有些客人可能已經四五十歲 但是我們就會幫他去計劃成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他們已經 學歷本身比較高的話 那我們通常都不會建議他讀一些文童過程 那或者如果他們 不過 石市可能今時今日你去報 都未必講一次 那如果他們不去考慮去到一些 通常我們都會看的 就是我們之前有個客人 他本身已經是博士的 那我們有教過他怎樣做呢 就是他本身已經是電腦的博士 但是當然他是二十多年前的畢業生 那我們就教他 很簡單 這個情況 你去加拿大找一些 可能你讀電腦不要緊 你想讀一個Master的電腦不要緊 你讀一些二十多年前沒有的 那就是AI課程 那配合他你在香港做事 因為我的客人本身 他在政府部門做IT 那我們就很容易寫一個研究 就是你在香港 雖然你是博士也好 你當時讀你沒有AI讀的 那你去加拿大進修一個AI的碩士課程 那你回來 去回政府部門 因為現在政府部門 可能很多東西都需要AI幫忙 那其實就完美回整個研究 所以這裏呢 就是這樣說 很多時候那些客人就經常都說 喂 我讀書 我五十歲六十歲 我有興趣再讀書 可以嗎 可以 有Yes 有不 不就是說 你不要讓別人看到 你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移民動機 雖然他們現在的Strainmate 都希望能夠叫做搶人才 但是不要太明顯 他搶人才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他選人才 所以說用個教字 就似乎好像重了口味些 我們作為我們移民顧問 我們建議你這樣做 我們建議你可以讀什麼的課程 OK 然後呢 你選對了適當的道路的話 那你移民的動機 就會讓別人覺得你真的沒那麼重 你真的對這個 讀回來之後呢 對你自己本身 或者對加拿大的貢獻是存在的 這樣呢 你就會那個機會會大很多 沒錯 換言之就是如果大家 照想移民加拿大的 其實就 我想最好就找找一些相關的主義民士 對 就去建議你排哪一條隊 是的 即是我們有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們手頭處理過這麼多客人 我們不知道什麼方案 令到你的機會會最大 特別是現在有Strainmate 雖然我們今天說的 就final call 吹計了 因為2026就 deadline了 讀完課程已經夠了 在我們接觸的客人裏面 特別是國內的朋友 都羨慕香港的朋友仔 有Strainmate 他們走那個 他們當然都是可以利用讀書 即是用讀書這個方法 就可以留在加拿大 但是來說 那個門檻 就沒有香港人那麼寬鬆 沒有香港人那麼寬鬆的 Fred再提一提 就是那個 deadline 是什麼時候 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 總之你不是計算你申請到的 基本上是計算你申請 即入址申請的時間 那你就一定要在2026年的8月31日之前 你要去成功入址申請 但我們都建議你不要做last medic的人 當然 很危險 到你時有些什麼文件要改你 是啊 簡單來說你欠罰文件 然後你要再趕你罰文件 然後就過了 deadline 時間 那你就 sorry 拜拜 是嗎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個人問的 譬如香港的專業資格 其實加拿大有多少是成型的 舉個例子譬如護士 醫生 律師 會計師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說這些牌照 都不可以直接轉換 尤其是剛才的台長說護士的例子 其實護士都不可以直接轉換 澳洲可以 澳洲就是如果你是我們在說 三大畢業的 你是讀一個註冊護士的課程 基本上你就一定轉得到澳洲的牌照 但當然你也要有可能 三個月以上的工作經驗等等 但加拿大就不太簡單 加拿大你真的要去那邊去考試 你才可以轉到牌照 所以我們經常說你去到加拿大 或者英國也好 其實很多的一些要註冊的人士 都未必可以直接執業 你要滿足當地的註冊要求才可以 好了這個救生艇計劃 2023年的時候 是不是都改過一下 是的 其實主要改的就是Stream B Stream B 剛才我們說有上下半部 上半部就是五年略畢業的朋友 可以申請一個Open Word Permit 而今年在二月的情況 二月的時候 其實加拿大就說 我延長了 現在不一定要五年略畢業 十年略畢業的朋友 我們都可以 然後再在七月份的時候 就修改下半部份 因為剛才我們說 下半部份 本身就是要在加拿大做一年 然後本身也要是五年略畢業 或者十年略畢業的朋友 但它在2023年7月也放寬了 第二部份 即是你只要在加拿大 持有一個合法的工作簽證 你在加拿大做一年 已經滿足到Stream B 轉皮額 就沒有了賀力的要求 所以這個就寬鬆了很多 總之都是一句 就算你不是用Open Word Permit 也好 你不是經Stream B 的上半部也好 假設你用任何方法 例如你是Working Holiday也好 或者你用我們之後會講的辦法也好 只要你拿到加拿大工作簽證 你已經是有資格可以申請Stream B 的PR 這樣就放寬了很多 那大家最緊要看看 就是那個時間表 是 因為現在是年初 其實讀書的情況 是不是現在已經過了申請的時間 很問水 因為我們也幫大家計算的時間 但是當然 先打分第二次 因為間間學校的情況又不同 你讀不同的課程又不同 那現在這個我們給大家 預計最後的畢業時間 都是給大家參考的 那這個我們就是用了 盟憑的一些課程去計算出來 因為其實碩士那些 要的時間可能會長一點 或者學士更加不可能 講不及其他 盟憑的話也分兩種 一種是功效 一種是私效 那我就初步都幫大家計算一計 那其實最後你要什麼時候入博呢 那如果功效的話 因為通常功效的文文課程分四個學期 而功效來講 最遲我們計算過 你2025年的一月 一定要入學 而且你要全年不停讀才行 因為他們有分春夏季課程 就是你連暑假都沒有得放 嘩 這樣很辛苦 但如果不是你趕不及 所以我們就說功效的話 你最遲2025年一月你入學的話 那你讀四個學期 那你最後就有機會 有機會跟學校要求不同 有機會在2026年的4月 你去畢業 那4月你都還有可能兩三個時候 給你去準備Stream A的申請 那另外私校呢 因為私校他們那個 玩法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我們之前有些課程 有些合作的課程 他們有些是包含實習的 那現在他計算 因為實習一定要做足夠的 那所以如果私校的話 最遲你入學的時候 就是2024年的4月 因為2024年4月你入學 讀完第一年他們的理論課之後 那就是2025年的4月 那你開始做了一年 那你做了一年就是 2026年的4至6月 那基本上呢 就跟剛才功效的情況一樣 你是2026年的年中 那其實都是很慢慢的去申請 所以我們說了 功效最遲最遲一定 就是2025年的1月 那現在是2024年的1月 那你覺得理想的時間 要真的啟動 要開動這個申請是何時呢 現在就是 因為其實你都要記住 你不是說今天你報學校 明天學校就收你的 所以我們來說 因為你可能又要考慮你本身的情況 那我們又要幫你去做評估 又要幫你去找學校 然後再幫你申請學校 因為申請學校都要時間 你不是今天 申請就明天就收你的 那重要的 申請簽證又要時間 申請簽證又要時間 申請簽證又包括 可能你要做body check 又要做良文證 那現在良文證都要等 可能一個多兩個月才遇到 一天多人申請 是啊 所以其實整個學簽呢 基本上根據你個案經驗 順利的話呢 通常都要講三個月 左右起碼 如果你說學校不是馬上收你 可能你又要花些時間做良文證 那些的話 可能你六個月七個月都有的 所以真的 如果是市校的話 其實都很忙碌 這個就要家長去做了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申請 其實小孩子又沒有這樣的上色 家長讀著他去做 所以你說家長 那你現在見到這個情況 你想一個小孩子去加拿大 然後拿來那個 PR 運勾居留 那我想現在就要 就來問一下Fred 或者宋先生 是啊 因為真的很大隻甲 隨家一跳 因為以前呢 你去加拿大讀完書 都不是馬上有身份 你以前去加拿大讀完書 你都要 要找到 留在加拿大做事 再要儲分 要儲工作經驗 再用不同省 去用一些省提名計劃 或者如果他英文好等等 他有機會計到分 就要用計分的情況 但都已經很複雜了 但今時今日 Stream Made 很簡單 你筆到業 就可以了 好 接著我們到Stream B 的流程 是怎樣的 Stream B 的話 通常我們分兩種客人 第一種就是 剛才我說 你是十年留畢業 那就簡單了 你自己申請一個 Open Web Permit 你持有三年的開放成功簽 接著去加拿大找僱主 基本上你做一件事 就可以申請 Stream B 的職業 但在座的聽眾 都未必一定是 我不是十年留畢業 那我怎麼辦呢 我又不可以申請 工作假期等 基本上 現在我們的客人 如果你不是十年留畢業 我們可以幫你找一個 加拿大的僱主 接著就出一個 MIA 或者我們叫Limeon 這個就可以幫到你出一個 我們叫closed Web Permit 就跟剛才的Open Web Permit不同 這個就是跟庫主綁住了 一個closed Web Permit 但你綁不綁多久 基本上 只要你滿足到Stream B 的職業 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自由 你就可以自己出去找其他工作 那流程方面怎樣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不是十年留畢業的話 我們就會首先幫你做一個評估 看看你過去的學歷 工作經驗 英文成績等等 然後我們就會幫你去加拿大 找回一些匹配的僱主 但是 配對 對 但是當然 大家都不要期望 我要在那邊找回經理級別工作 這個是剛才說的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都說 可能要由低做起 或者如果你不介意 可能去當地做一些男女的工作 這些更加容易找到給大家 當然 人工也不差 剛才我說 人工很差 不是的 剛才有宋先生說 其實都有十二元 對 而且當地的工作環境跟香港很不同 香港可能大家就做到 踢了腳趴在那裡 那邊是你加班 你想死 對 加班僱主是犯法的 可以拉人風暴的 但是加拿大 所以我們過去的客人去到 都會覺得 那邊做事原來比較輕鬆一點 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叫做 Work-Life-Balance 找到一個 叫做OK的人工 就是可能 十六七元 加費一個小時 但是當然你之後 拿到新款你的人工 就會跟當地人 一定是 看回你的行業和職位 有些可能去到二三十元 加費一個小時 那萬一找不到 那怎麼辦 如果正常來說 我們就不會找不到 除非你很高要求 即是你說我要在Francouver的市中心 那條街的我才要的 那些工作 那或者說我一定要做經理級的 或者我一定要做一些要牌照的工作 那說真的 你沒有牌照 加拿大是沒有的 簡單來說 我都是針對這個問題 剛才剛才說的 這個話題就是 經我們幫你匹配的工作 你就不會沒有工的 OK 基本上你就是有工 OK 當然你可以有要求就是 Franc你找這份工 給我麥當勞賣東西 我不喜歡 OK 那你有權拒絕 那我們又會再找一份 喂 你想做什麼 OK 原來我們找到一份 食物加工廠裏面 做packing的工作 然後你去上班 就沒有問題了 復執到政府的要求 一年之後你累積所有的工時 那你就可以拿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跟我們這個建議 這個計劃就去上班 OK 基本上就不會沒有工做 是 當然你說中途你又 我又不喜歡這份工 又要再找一個 那就是零計 是吧 但是呢 我都是講一件事 無望初衷 到底當日我們為何要參加這個計劃 要移居去加拿大呢 透過這個計劃 那我們就正所謂 多不開心都好 我都做一年而已 一年之後 踏腳石之後 拿了這個PR之後 那我就喜歡去Wangover 走到世界又可以 休息兩個月又可以 這就是為了將來 我們的打算 OK 這就符合剛才台長所說 騎牛尾馬 騎牛尾馬 因為通常我們這些客人 去到那邊 如果你拿著一個 開放工籤 其實比較難找到工的 你想像一下 我有沒有當地工作經驗 講真一句 僱主有得選擇的話 就是剛才我說過 六十多個人 有得選擇的 我都選擇過加拿大做過的事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朋友 就當這份工作 真的好像送三國打腳石 你做了一年之後 你又拿到身份之餘 你又可以搬去其他城市 或者你想找其他工作 都沒有問題 就是 這個初衷的問題 就是其實這件事 我們這個計劃 是給大家一個 拿身份的一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和其他計劃 有什麼優勢呢 其實這個計劃簡單來說 例如跟我們孫英A比較 就是你不用去讀書 你可以省分不學費 因為剛才我們說 如果我們幫你找一個 加拿大僱主 你會有薪資金 那你又不用給學費 然後呢 小朋友去讀書 如果你說你去讀一些 加拿大 讀一些私立學校的話 其實你小朋友讀書 是要付錢的 那些學費 都可能要十多二十萬港幣一年 如果你說用我們這個 找僱主的計劃 其實你小朋友過去 那些讀書 是不需要給學費的 如果沒有學校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 學費那邊 可能都要省幾十萬港幣 還有就是你這個 Web permit 就是你太太或者丈夫 可以一起 是的 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帶回你的配偶 以及你的小朋友 一起過去都沒有 Family 是的 一個家庭過去 那你完成之後 那一年的工作 亦都有一個工作經驗的底度 是的 會比較容易轉工 是的 所以你Fraig的建議 這個Streme B 其實如果你在某個年紀 其實比你Streme A 是比較好 是比較少的 因為Streme A 始終我們經常說 是一個很主觀的簽證 就算你有一個很完美的Study Plan 也好 如果一個移民官 覺得你有移民傾向 他怎麼都不會批理 但是我們在說 我們這一種找僱主的計劃 就是很客觀的 就是你找到僱主 就是找到僱主 那其實這個Streme B 就是給你移民的 是的 沒錯 就是移民傾向 這個就不是 這個就不是叫找光 這個就是給你一個藉口移民 是的 對了 Fraig和宋先生 你們會提供什麼服務 給我們的聽眾 我們會這樣 就是就著這個最後召集 差不多 現在一年之計在於春 你要計劃想去加拿大 或者你說我不想去加拿大 我想去澳洲 我們特別預備了一個 就是一個移民的Seminar 在這個1月20日 我們在油麻地 我們就是有一個Seminar 就給大家免費 最重要是免費 免費就是給大家 來諮詢一下 但是都是有一個條件的 這個條件就是 你要先給一份 自己自備一個簡單的CVC 你不會隨便上來 就隨口問 真的有誠意 想移民去加拿大 或者澳洲的朋友 自備一份CVC 然後你不用給我們住的 現場的時候你交給我們 我們同事就會交給我們後台 我們移民的顧問 是會幫你平衡 我們現場會解答 你想要移民去加拿大 想要移民去澳洲 我們有初步的評估給他們 給了意見你參考 然後更進一步 解答你的問題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安排時間 跟你做一個詳細的資訊 是 OK 這項目的因素很多 因為 就業的問題 很多時候就是 跟你的配侶本身 要商量 因為工作時間 其他事情 教育 你做一個工作 工作地點 跟你的子女 他回到那個地方 近近 很多因素 所以 不要想到 就去做 最好跟顧問一起談談 沒錯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單獨自己找工作 其實風險都有 是啊 沒錯 你不了解的僱主是很重要的 你透過我們專業的移民顧問 他們跟加拿大的僱主方 是有一個直接的聯繫 對於勞工的保障 或者移民方的保障 我們要做到足 OK 不是隨便 我發送你過去 就說 對不起 不是 我們都說一件事 我們亦都無望我們的初衷 能夠幫得到一位朋友 我們就幫一位 最後 提提 其實澳洲方面 我們都會 撥個時間出來 跟大家說 移民最新的情況 但我們要掌握到 修改 有些的修改 澳洲最新的狀況 我估計 其實2024年澳洲可能有再放寬給香港移民 盼望一下 希望 但再次提一提 就是1月20日 1月20日 有一個Seminar 有一個Seminar 詳細的時間地點 稍後留意我們的頻道的公佈 但現在有什麼疑問 可以先問宋先生 621-4438 621-4438 好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如果有疑問 就問宋先生和Fred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